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后一个想讲的作品 是叫音乐新美剧场 因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最后讲 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ys' 更综合的一个元素的体现 而且呢 这个作品当中 其实我们也开始在这个当中 开始尝试往剧场化去走 因为以前做的都是 舞台作品呀 交互作品呀等等的 但是在往真正的一个剧场作品走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尤其是剧场作品 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性的一个要求的 那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就要在尝试 在舞台上这么多的元素 有投影 有大的投影 正面投影 侧面的投影 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固曲的表演艺术家 然后有打气乐 这么多的一刊的打气乐 很多很多东西 还有电子音乐 新媒体等等 这么多多元的形式 我们能不能把它捏起来 做成一个饭听爵士的一个叙事结构 我们在这里面就开始尝试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固曲表演艺术家就是胡双 他个人的魅力 我个人的张力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说句实话 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作品是不是为他良心定做的 那么这个作品一开始的时候 胡双是 他的影子是一体化的 就好像他睡着了 他的影子也在暂时睡着 他们是一体的观众是看不出来 有任何区别的 胡双是藏在那个影子跟他颜色合作的 但是慢慢慢慢影子和他脱离了 他开始做一些别的动作和影子开始脱离开来以后 大屏幕上又会幻化成很多很多不同的图形 像刚才看到的很多图形都是胡双在现场他的动作所幻化出来的 这一些图形和胡双之间 他们有的时候是合的 有的时候开始分裂 甚至有的时候胡双开始痛苦 他甚至于对着观众问 我到底是谁 他又是谁 到底他是我还是我是他 就他开始问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的身份开始产生一些疑问 甚至于纠结 然后就这样整个剧场被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潮 那最后呢 他又开始回归所有的元素 就我们看到这边最下面的这张图 胡双最后是坐在地上 这个在磨那个亭啊 就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元素 最后是能够回归和统一到他身上的 所以是希望开始建的这个作品 我们是希望开始做 尝试着做一个续长结构的这个音乐的作品 我把这个一进的创作人员倒在这边了 其实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 类似这样的一些 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的案例 都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传统作曲意义上没有的抬头 传统的可能就是作曲家是嘴 指挥是嘴 演奏是嘴 就结束了 可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你会看到有创意 有作曲 有音乐制作 声音工程 交互声音设计 视觉交互声音设计 说不定还没有列拳 有很多朋友帮忙的 我都还没有列上去 其实这是一个不是针对这一个作品 而是所有的我们做过的作品也好 下方也好 这是一个大的团队的一个力量 而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我甚至于经常是在想 传统可能我们会说 贝多芬的什么什么作品 就好像他的生命期的延续 他的一个孩子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作品 严格来说 它是非常个性的 非常独特的 它甚至于不属于某一个个人 它是完全是一个很多艺术家 大家火花碰撞出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创新与融合 甚至于这个作品 因为它是很交互的一个作品 每一次的演出 它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 每一次的演出 它最终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因为演员在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当时的处境 它当时的情绪 观众的反应很有可能所有的一切 在当此是此刻的一切 都会影响到这个作品的呈现 它真正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品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纽约的时候 谭断大师在舞台上做延后谈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作品到底属于谁的 可是我们整个团队就告诉他说 这个作品不属于任何人 这个作品属于他自己 他自己是我们的生命期待那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这个也请大家会指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的一些片段 我们的奠在开 第二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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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